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被卷进激流当中相当危险 最后花了一天一夜才成功将遗体拖出 另外在新北瑞芳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立奖意外 七人疑似因为体力不支被海流带离岸边 玉山脚下独特峡谷地形沙里仙溪 号称素溪殿堂景色优美 海中国庆女子等六人就是慕名来到沙里仙溪素溪 她却失足被卷进大石头下一碗隐蔽 国庆女子在二十三号的十点多失足落水 消防抵达尝试了几次 因为水流加上水下开口 到下午两点都无法将人救起 隔天在出动二十四人 十一点尝试用胶管引流水道 再靠铁钩将遗体拉起 这原任务真的很困难 瀑布水流相当湍急 加上河道缩减 女子的遗体又被卡在石凤下 形成的水下开口 强劲的水流会产生漩涡 去不断将人往下吸 天日晚水真的要留意 南投北港溪也有钓鱼民众 失足落水被冲走 在下游五公里的溪床 被救起时已不幸死亡 而新北的瑞芳也发生两起 立奖意外 小心啊 民众出海玩立奖 疑似因为体力不支 被海流带离岸边 海巡一天出动两次 7人幸运获救没有大碍 在南投基隆综合报道 本土确诊在今天新增了 21460例 另外新增了这两例 儿少Miss C个案 其中一位是16岁的少女 在确诊后大约一个半月 开始发烧腹痛食欲活力下降 医师怀疑是Miss C 但是事后仅有腹痛状况 仍然先列入通报 若验血证实的话 将会是国内年纪最大的Miss C个案 另外在国内 还有六成多的人 没有感染Omocron 医师沈正南提醒 还没有染疫的人 还有四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放松 到了八月下旬 就必须要注意 BA4BA5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预估四周后 疫情就要再起 本土疫情真的是 以极款部的方式下滑 即使是周日 还是维持两万多例 本土确诊24日 新增21465例 较上周降11% 另外中重症增加136例 死亡65例 年纪最轻的是50多岁 有六位都有慢性疾病 不过孩童Miss C新增两例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后 一个多月出现发烧 嘔吐结膜炎 急诊就医后诊断Miss C 另外一名相当特别 是一名16岁的少女 打过两剂疫苗 五月底确诊 这个月17号 却莫名的发烧 腹痛 食欲活力都下降 医师怀疑是Miss C 但事后仅有腹痛的状况 还未开立药物 如果后续确定 将会是国内年纪 最大的Miss C个案 面对国内疫情发展 医师沈正南表示 还没染疫的人 还有四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相对放松 到了八月下旬 就必须注意憋点四 憋点五 可能就在身边 因为未曾确诊的民众 将会是新变异株 可能的攻击目标 专家李建璋 就认为上一波高点 在五月底 因此推估在八月底或九月初 我们的抗体会开始掉下去 面对新变种入侵 专家建议必要时防疫措施 还是不能松懈 才能保护自身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真的好热 全台十八线是亮起红色灯号 已经来到这波高温的顶点 在今天的最高温 是在花莲县复原 达到了四十点四度 而新北市板桥测到的是 三十九点四度 就打破创战二十年以来的历史记录 到了礼拜一高压会减弱 气温略降 但是仍然有机会会达到三十五度以上高温 同时今天也生成了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目前朝日本前进并不会影响台湾 流冰场人潮满满 周末小巨蛋冰上乐园 涌入避暑人潮 在外面好像快要烧起来了 开心然后也能消死 我从美国就开始学流冰 从小巨蛋一出去就觉得是像走进去一个烤箱 双北真的热壁了 溜冰成为台北最佳消暑胜地 来这里溜冰室温只有十二度 超凉爽 门票两百到两百二十元 同进一月到六月 平均每天七百八十八人次 但光是七月 平均每天入场一千四百八十七人次 增加百分之八十八 近日高温炎热 二十四号应该是来到最顶点 截至下午两点 最高温出现在花莲县复原四十点四度 新北市板桥测得三十九点四度 更破了创战以来二十年历史记录 全台烤番薯十八县市亮起红色灯号 桃园宜兰台东台北新北盆地 屏东陷进山区或河谷 及花莲县纵谷高温都在三十八度 不过到周一二十五号高压 就会开始减弱 二十四号太平洋地区 生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正往日本方向前进 对台湾没有影响 但接下来恐生成另一个热带扰动 专家根据欧洲系级模式分析 周六恐有热带扰动发展 在琉球东侧海面生成几率百分之六十 越接近台湾几率越低 是否会成台 接下来白天依然炎热 但午后各地山区西半部平地 横淳半岛都会有降雨几率 而且到周二周三雨区范围还会再扩大 提醒您出门在外 仍要做好防晒工作也要严防午后雷震雨 记者杨诗继续航 原生居台北采访报导 国旅补助加上暑假 让小琉球的游客大爆发 二十三号周末单日灯倒破万人 但因为这一下子涌入太多人潮了 小琉球的用水负荷不了 台水公司表示 平日送水量大约是五千到六千公顿 但暑假期间用水达到了七千公顿 造成用水不足 于是他们祭出了分区供水政策 饭店民宿水压明显变小 恐怕游客的洗澡都会受到影响 东流县码头登船民众排队几乎看不到镜头 不管是登船区售票区 甚至码头周边密密麻麻都是人 大家都要去小琉球 船公司疯狂加开二十次船班 小琉球二十三号周末单日登岛 涌入破万人 有国旅补助人潮爆发 海边潜水民众好像下水饺 暑假旺季观光业者业绩大飙涨 但也破天荒的 因为小岛一口气涌入太多人 居然造成用水不足 小琉球每日送水量五千到六千公顿 平常都够用 而暑假观光期间 用水量高达七千公顿 造成缺水 台水公司调整供水量 周一到周四分区供水 如果饭店民宿除水量不足 游客洗澡恐怕受到影响 分区供水 所以周一到周四水 一样就是比较不稳定 一下子跑很多人出来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小琉球日永万人 让小琉球附和不了 台水公司暑假期间 祭出分区供水政策 恐怕影响游客 出游品质 新竹市棒球场砸了十二亿重建 没想到才开赛两天 就因为场地问题 让四名球员受伤 职棒在今天更宣布比赛延期 八月直接换场地 几乎等于判了新竹球场死刑 根据现场球迷爆料 在球场上碎石满地 宛如是天堂路 而观众席的地板有破洞 还有这楼梯间袖石相当严重 甚至连旅侧的门锁都反装在门外 成了世界奇观 到底设施有多夸张 我们带你来直击 新竹市棒球场外 挤满不少球迷 但其实今天的比赛 已经临时喊咖 让现场的球迷和摊商 很挫耳 我们都已经从台北来到这边了 才知道要准赛 应该要前一天先跟我们说 减少顺势 究竟为何职棒联盟 连八月的赛事 也要一并取消 记者直击球场 楼梯间随手一摸 就是满满铁锈 女侧还有侧间少了门 原来是因为有民众踢爆 门锁竟装在门外 堪称世界奇景 而观众席的地板 也破了大洞 球员休息室 也是几个组合柜 和板凳凑合相当简陋 网友炮轰 这破烂程度堪比古巴球场 难以想象 这竟是砸了12亿重整的球场 还比不上友邦 尼加拉瓜只花9亿 就打造出大联盟 阵阵的高级球场 花那么多钱 这样很糟糕 花费那么高的重建费用的话 应该是要把很多细节 再做得更仔细 比赛会取消 更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才开赛两天 就有四位球员受伤 大师兄林志胜 在休息区滑倒 副方林哲轩 更是因为飞不接球 被递上的碎石 挫伤左肩 球场内简直 危机四伏 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但那个下去就更严重 没有缓冲的感觉 那这里因为草比较少 然后有一些小尸头 让他的身体没办法缓冲 那这样的话身体就会有受伤 落跑去选桃园市长的前市长林志坚 却说责任由他一肩扛起 在一档就问林志坚 你要怎么扛 连承包商也是一堆问题 承包厂商被挖出了很多黑历史 完全没有新建棒球场经验 竟然能够用限制性招标 得到这个案子 棒球场设施大出包 也掀开了市府 和承包商背后的工程黑幕 就怕还有更多弊端 早晚会浮上台面 记者何孟前黄义俊 徐国豪新竹报道 新北市中和有一位王姓男子 昨天深夜在车上跟太太吵架 还想要动手 路上骑士上前制止 反而被挥拳攻击 最后是路人合力压着王姓男子 警方也依法将他送办 黑衣男子情绪激动 不断用手拍打车窗 坐在后头妻子 吓到赶紧开门 男子却开始动手 双方在马路爆发争执 后头民众看不下去 走下车上前制止 黑衣男转移目标 朝路上骑士挥拳 施控场景发生在二三号深夜十一点多 骑士行径西北市中和 募集夫妻吵架 车内还有小孩 好心帮忙却挨揍 路人群起压制报警 浑身酒气的他还在闹 警方到场看到嫌犯倒在地上 还得穿梭车阵把双方带回 嫌犯酒醒后变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骑士也不追究 但这样当街攻击 给了孩子最坏示范 记者张正名陆雨昕猜凡报道 新北市有一位骑士 日前骑在二重书红道 竟然被一位骑着U-bike的女子 高速超车 骑士傻眼 因为当时呢 她的时速已经达到七十公里 竟然会被脚踏车超车 仔细一看才发现 竟然是另外一位机车骑士 出脚踢着单车的后车轮 沿路飙速还过弯 而这样的危险驾驶警方表示 机车 单车 两个骑士都会开发 鱼外道路骑士车速不慢 就是左边突然出现一部脚踏车 飙速抽车 飞快速度让骑士简直傻眼 因为自己时速已经七十公里 竟然被U-bike抽车 究竟是什么超能力 再看一次 原来当时脚踏车骑士根本没踩踏板 一旁的机车骑士用脚顶着U-bike后轮 让脚踏车高速行驶过完抽车 影片一出也立刻引发网友议论 有人佩服用这速度还能过弯 想看U-bike被拍超速 也有人痛批骑到七十根本在玩命 就蛮傻眼的 就不是拿来可以骑很快的车中 再怎么骑也没办法骑到六七十 那个动力不是来自于自己 操控没有那么好 意义打滑或什么很容易受伤 车发就在新北市二重树红道 二十二号凌晨一点多 U-bike女骑士靠机车一路狂飙 离谱的是遇到前方测速照相 双载骑士还不忘手脚 让U-bike减速躲罚单 但这样的脚踢车尾危险举动 也已经违法 以前我们会去帮客人去推车 是因为碍于法令上 因为这个被监局违法 转了危险驾驶 所以我们现在呢 改用后 以往机车抛锚 乘航救援会许出踢车绝招 但也不敢骑快 如今骑士贪玩 设计危险驾驶 右走进行机车道 恐怕面临最高 两万四千和一千八百元的罚单 单车骑士每一走慢车道 也可开罚一千两百元 为了成一时快感 冒险完命还得付出不小代价 记者金组人张贝兹采访的 台北有一位驾驶 开车行经上弄 突然听到了碰的一声 他以为撞到路旁阿伯的手 下车关心看要不要报警 没想到阿伯就急了 他说不用 只要你给红包 让驾驶觉得奇怪 他重看了行车记录器 才发现 遇到的是专业碰瓷的碰碰博 奇葩鬼手撞车瞬间曝光 网友笑风的直呼 难道是要急掌吗 汽车行经巷弄 一名阿伯突然冒出 靠路边走过来 没想到下一秒 碰一声怎么回事 撞到阿伯了吗 驾驶赶紧停下关心 说要报警叫救护车 没想到老伯竟说不用 只要包个红包就好 怎么听怎么怪 驾驶假借要去买红包袋 仔细一看行车记录器 果然有猫你 原来是遇到碰碰碑啊 迷之鬼手故意一挥 伸给后照进撞 根本专业碰瓷 碰瓷多 手害驾驶只有被案 警察无法抓碰碰呗 但其实不久前 北市新生南路也出现雷同身影 一模一样的手法碰碰呗 先是拍车头再拍后照镜 鬼手套红包 还说为了盖运消灾 想不到才被抓不到一个月 又再出来碰碰碰 这几天全台都是酷暑高温 有民众拍下了这段影片 在宫庙活动中 这扮演三太子的工作人员 疑似因为中暑体力不支 跳到一半就突然倒地 网友近乎有神明护体 也没有办法抵挡高温 医师提醒 如果你发现身体无法出汗 而体温又急剧上升 可能就是热衰竭 最好要马上就医 烈日炎炎下三太子在鞭炮声中 卖力跳着舞 只见他是不断转圈 踏着脚步左摇右晃 但晃着晃着 三太子退后了好几步 下一秒 三太子疑似是因为太热了 体力不支无力倒在地上 天气太热 连生命都受不了 中输了 影片po上网后 网友直呼 真要命简直是酷刑 真的会热到出事 神明护体也没办法挡住高温 为了庆祝观圣地君圣诞 各大庙宇都有热闹的庆典活动 不过39度高温下 穿着厚重音符跳舞 真的让人有点吃不消 还有一些工作 中暑几率也比较大 像是工人 清洁人员 割草人员 或是套厚重不偶装的游乐场人员 一是建议觉得头晕疲惫 千万不要硬撑 最好马上降温 如果还没改善就需要精速就医 天气暴热出门在外 还是要小心防晒 多补充水分 才能降低重暑几率 记者刘志展 王云廷桃源采访报道 气温飙高温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待在室内也可能会重暑 尤其是住在顶楼加盖 又比在其他楼层更容易重暑 专家提醒 在室内你也要记得防晒 另外一是说 要预防重暑 务必要多喝水 至于喝水量 是依照你的体重来乘以40 驾驶是60公斤 就要喝2400cc的水 但也不能够一次喝足 而是要分次喝 而且一次不要喝超过500cc 天气炎热 全台烤番室 甚至飙迫40度 但待在室内也可能会中暑吗 没有开冷气的话 我觉得中暑几率非常大 因为现在真的是 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就会一直流汗 室内空间如果又不流通的话 你的可能体温啊什么 就会一直上升 尤其住在顶楼加盖 又比在其他楼层 更容易中暑 该如何预防 49 拿温度计一侧 顶楼加盖室内温度 约49度相当惊人 其他楼层则是34度 差了15度 专家建议顶楼可以加顶棚 或是黑网子 并且在外墙洒水 出门前记得拉下窗帘 而回家时也要开窗户讲闻 别以为在室内不需擦防晒 假使没窗帘或是任何遮蔽物 加上距离窗户1.5公尺内 以及长时间被阳光直射 类似情况都得防晒 另外又该喝什么防止中暑 不是叫你一次喝足 必须要分开喝 一次不要喝超过500cc 不要只是单纯喝白开水 你可以再加一点点 所谓的运动饮料或是电解水 以时建议喝水量 是以体重乘以40 假使60公斤 就是喝2400cc的水 或是喝水前 加入一点盐巴 补充电解值 另外也能喝250cc的 无糖麦茶 帮助加速体液循环 也助于降低体温 避免炎炎夏日意外中暑 记者陈盛维 徐玉文 王百英 台中三话采访报道 吃buffet吃到饱 吃肉吃海鲜吃甜点 好多人抢时间吃回本 狂吃海鲜牛排 想要一次满足蛋 恐怕变成牙齿杀手 牙医师提醒 螃蟹 龙虾等海鲜都带有甲壳 若用牙齿去啃螃蟹壳最严重 恐怕当场断牙 而带骨的肉类 吃太快会咬到骨头 牙齿也容易断裂 海鲜带骨肉跟甜点 恐怕是牙齿的三大杀手 吃buffet好多人抢时间吃回本 先冲海鲜去狂夹 接着肉类毛起来吃 最后大甜点收回 但这三种食物 恐怕都是牙齿杀手 民众吃buffet一踩到伤牙地雷 很可能吃肉吃海鲜 不小心就吃坏牙齿 肉类得先看看是否带骨 如果吃太快 用力咬的骨头恐怕牙齿易碎 带壳海鲜像是螃蟹和龙虾 用牙咬壳一伤法郎值 咬碎之后的小碎片 塞进牙縫也容易牙齿裂开 甜点糖分高 吃多牙齿脱钙 就容易蛀牙和脆化 牙齿本身比较脆弱 对啊 你咬下去就不堪负荷 它就会裂开了 以前会现在不太敢 怕牙齿断掉 牙齿头号杀手海鲜排第一 接着是肉和甜点 牙医师电破盲点 吃太快容易忽略食物 由骨头碎壳 用力一咬让牙齿受伤 没有察觉到骨头存在 所以那个咬合力会比较大 比较容易造成牙齿结构的损坏 牙医师也提醒牙口不好的人 平常除了做好口腔保健 食物小口小口吃 避免骨头或带壳海鲜和甜食 才能让牙齿陪你久一点 九皇逊金线中高雄报道 收停车费难道也超前部署了吗 高雄就有民众控诉 明明早上9点20分路边停车 55分就回来了 但是在它的收费单上 已经盖章收费到10点58分 等于整整加盖了一个小时 要是没有仔细看 就会被多收30元 但是收费员也说了 可能是一时疏忽 收费员骑机车沿路来回开单收费 却有民众po网控诉 居然被超前部署 多收一小时费用 停车单上24日早上9点20分停车 55分牵车 收费单却从28分盖到10点58分 整整多盖一小时 控诉被超前多收30元 差点白白去缴钱 气到打电话投诉 简先生质疑 收费员没照SOP走 难道是天气太热 收费员懒得绕回来一次多盖吗 遇到疑似当事收费员 说可能有疏失 交通局调查结果出炉 果真是超前收费 多收15元30元 虽然不是大钱 但照表即时收费天经地义 收费员或许一时眼花 民众若想保住荷包 缴费时多看一眼 别白花冤往前 泡面每个人都会泡 但好不好吃差很多 有网友好奇在外送平台上 点了网咖泡面 想不到好吃到惊人 自己在家怎么煮 都煮不出这一样的味道 立刻在网路上引发共鸣 原来网咖泡面好吃是有秘诀的 带你一块来看 热乎乎的泡面上桌 民众一口接着一口陶醉其中 但这里不是泡面专卖店 而是电竞玩家们最爱去的网咖 网友们在网路上热烈讨论 说网咖泡面有一种独特魅力 我们在家煮也煮不出一样的味道 也有民众指出 果子煮跟水泡的 口感跟味道真的不一样 但也有网友戏称 因为是漂亮小姐姐煮的 当然好吃 在水中放入调味粉跟油包 水滚后加入泡面 接着放入鸡蛋青菜 看似简单的步骤 其实还有独门秘方 面不会煮到 像一般家里煮到烂 我们大概煮到七分 就会把它拿起来 然后才开始煮青菜跟蛋 老板娘强调好吃的秘诀 就是水只能加三分之一 面不能煮太烂 只能七分熟 煮到软中带硬刚刚好 鸡蛋一定不能全熟 网咖泡面好吃的秘密 不怕你知道 因为网咖美食还有很多 一大块后切鸡排淋上酱汁 大火炙烧香气四溢 满足网咖族权的味蕾 只是受到疫情影响 网咖业者现在也与外送平台合作 进攻餐饮市场 抢伤记忆 记者周天杰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台61线西滨快速到路 苗栗通宵新浦联络道 因为地形特殊 面朝大海形成了旋日美景 昨天吸引了400多人前往拍摄 没想到竟然有人闯进车道 而且站在路中央 现象还生 空拍画面 眼前的绝美落日景象 橘红色光芒照耀大地 吸人眼球 镜头捕捉落日当下 巨大的太阳高挂 接着逐渐往下掉 落日海平面 剩下半颗 民众的身形像是剪影般 形成独特影像 由于路段的特殊地形 斜坡下方 面影台湾海峡 民众能欣赏到落日城海美景 这里是苗栗县通宵 新浦联络道 由台湾最美景观道路支撑 光是23号当天 吸引400多人前往拍摄 现场却有许多乱象 大人抱着小孩 站在马路中央 接着又走回双方线 蹲下时慢慢欣赏拍照 做了最坏示范 而其他人也在一旁走来走去 似乎把大马路当自家 另外许多摄影爱好者 即在正对面的坡地上抢拍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几天下来现场有多人违规 警方也到场规券 强调除了装设广播系统 如果规券不听将直接开罚 为了拍媒境民众违规停车 或是闯入车道 万一发生事故 可是得不偿失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苗栗斯方报道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最近重申美国对台政策 没有改变 将会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 也会提供武器 帮助台湾发展豪主战略 专家认为这就是希望 全民皆兵 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执政当局要有自知之明 台海一旦发生冲突 还是要靠自己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三度脱口表示愿意用军事 介入台海冲突 但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 再度强调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而美方军援乌克兰的同时 是否也能提供武器给台湾 苏利文强调 美国要做的是专注向台湾提供最有用的武器 帮助我国发展豪猪战略 意思是让台湾像只长满尖刺的豪猪 以防御掠食者攻击 也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这个话是对蔡英文政府的喊话 近一年来 跟拜登政府大概已经有一些起义 希望台湾加强我们目前的后备制度 豪猪策略不就是要全民皆兵吗 万一发生台海战争 台湾能够打持久战的实力 尤其当美中趋向缓和 代表美台关系将受到挤压 专家认为台湾应该要自主判断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现今执政党为美国致命侍从 实在非常危险 年底选举将近 想必蔡政府要大卖芒果干来吸选票 就看选民们是否认清现况 买不买单 建成的茂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大陆今年一大国际盛事 就是举办了2022年的冬奥 当时呢 陆方对外宣示 所有的场馆绝对会再活化 不会变成文泽馆 距离冬奥落幕已经半年了 那么日前 张家口的雪如意跳台滑雪场地 也变成公园 对外开放 间接带动当地的旅游产业 从空中府看 就像一个巨大的如意 放置在群山峻岭中 这座雪如意不单是大陆第一个 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跳台 滑雪赛道 更是冬奥首个在顶部出发区 设置大型悬挑建筑物的滑雪跳台 拥有许多世界之最 如今不随着冬奥落幕 失去作用 后冬奥后呢 该如何活化场馆成为一个课题 而在张家口的雪如意这里呢 日前是改造成公园 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 活化场馆 替冬奥实现了永续的理念 更串联起当地旅游产业 马尔奔腾距离张家口约62公里的张北线 拥有辽阔的天然草原 沿途能见到世界最大的蒙古包 能容纳1500人 还很贵气 这个灯呢 它是拥有了现代的技术 就结合了蒙古族那个最原始的技术 这个灯上面都是用羊皮做的 它是价值300多万 随着当地全力发展观光 也改变当地农村样貌 居民开始做起民宿生意 翻转经济 我们16年的大级收入是5千8 到去年底 21年底是收入1.9300 甚至要三倍多 过去十年九旱的平静农村 不仅转型做观光 也打造绿色农业 靠光伏发电扭转困境 迎来生机 镜线片于河北财风报道